全台已经很久没有下雨 尤其是日月潭水位降了10公尺左右 不仅仅是影响观光旅游 对农业灌溉也有很大的影响 再不下雨 连民生用水都会出问题 现在很久都没有下雨 然而没有下雨的话 造成我们日月潭的水位下降 那下降的话 对我们游艇业者 还有饭店旅馆业者 就是会造成游客会比较少这样子 也会造成诸多的不便 然后对我们农业 还有一些像我们种植 那个农产品的农民 也是相当的不便 那只有今天的法会 希望能够天降甘霖 随着村长表示 已经很久没下雨 除了灌溉以外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民生幼水 希望只有这次的法会 能够祈求上天降甘霖 现在一碗水 我吸血降得太多太多了 影响到来的游客的感情 今天这个祈福法会 赶快降甘霖 让我们的水 因为一边要灌溉 用水 都要靠日月潭这一碗水 所以也很希望 走一日 就要降下这个甘霖 让大家 整座的人也好 很多很多 民生用水 现在也都已经 缺到缺到 先议员王秋处表示 现在水情拉紧爆 全台水库蓄水量都不高 不但影响灌溉 也有可能影响到民生用水 希望既有其余一事 祈求上天能够天降甘霖 现在非常的缺水 尤其我们日月潭的湖面 已经降了十公尺 让我们这些 因为那么久 长期以来都没有下雨的关系 所以也可能也要面临 我们民生的一些的缺水的问题 所以我们旅持相公所 特别跟我们玄壮市 这边的玄壮大师 来共同大家来骑雨 希望能够将下甘雨 来解决我们民生用水 以及让大家在缺水 这个部分能够来改善 期望透过众人虔诚的心 能够感动上天 早日下雨 舒缓水情的问题 记者邱平易 于是赛访报道